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IC设计场 涨的其实是少数 大部分其实都还是不好 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好 所以很关键的就是回到我们的第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再立一个黑名单 这次又加了11家 而且再把原本48家加进来 一个有59家黑名单 原本48家意思是像华为这些 对 是 原本就有的 他也没有拿掉 有一家拿掉 就小米拿掉而已 其他的都其实都还在 那又加了11家进来之后 好 来 我们先看这11家 大致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我们比较熟的公司 可是在我们表的最右下角这家 科斯塔集团 它是美国公司 它不是中国公司 那他干嘛把它上黑名单 对 原因就因为 他把总部设在中国 总部设在中国 对 所以你看到美国做这个动作 我不是只有砍你中气 我连我自己美国的公司 因为你总部是在中国 我都砍 那这样有一点逢中必反 那到底他背后的用意 我们是不知道 可是至少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次真的就是来真的了 因为之前你砍那些中气 大家都会觉得说 反正你就是 拜登吃到民进党的口水 也许是这样子 所以再看到 另外一个也是重要的 你看到革新 他去把中国IC厂 下车单全部砍掉 而且重要的 他连流片的 还在流片 流片就是市场的 客户都砍掉 这真的就狠狠 怎么说 因为一个IC设计厂 他要去投单 要到这些 这个晶圆代工厂 一定是先市场 小量市场 那我今天我代工厂 就是帮你开规格 帮你开生产 先帮你去做test 好 那我当 帮你这些都做好了 OK了 材质开始 大量进去 所以我如果今天 连你还在市场的这些 我都没砍掉 表示我IC设计厂 我要再重新再找一家厂 再整个全部来过 我整个生产要 至少一季以上 那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怎么看也是 对我们台湾IC设计 会好事 对啊 而且你看到 革新砍了 那我们一定想说 那中国IC厂会不会来台湾 到联电 到世界先进 等等这些厂 那联电为什么今天这么惨 对 这就是很大问题 回到刚刚说的 因为你砍了黑名单 一直这样子砍 让大家开始怎么样 我很怕说我今天又接了你的单 结果下一波又砍到我 我也不敢去接这些单 因为大家也看到之前 经历课的事情 事情KY的事情 大家很怕说 我又接你这些IC设计厂的单 天晓得你又没有在 跟军工有连结 一旦有 我不就再送到红台会 所以与其这样子 我干脆不要接 我现在看到红台就开车了 对 那所以再回到今天联电 那联电今天跌的原因 照理说联电应该有好处 可是今天大家看到外资大卖联电 所以你看到今天联电 照理说它应该是OK的 结果它今天的股价表现不好 而且不止联电不好 我们在世界现金今天也跌 连还在新贵的利基电都照样跌 显然大家还是比较担心 拜登政府下一波不晓得 又要砍到谁 所以即便看起来 好像当下有利多 我也不敢接 那老师你看IC设计会长吗 IC设计其实我们刚刚 我就投在中间 其实就是要看标定 有些会长得好 比如说我们看今天的金向光 它可以拉到涨停 为什么 它昨天公布业绩好 4月获利成长21倍 不是21%是21倍 所以变成现在IC设计 大部分的公司 你就是回归到基本面来看 不再像过去 你动辄可能有三五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本益比 现在没空 给你得好 好 所以电子果还是要回到基本面 而且电子果很有可能 仍然是单兵作战 那我们回到传产 传产真的能够 肉脏瓜做会起吗 有两个族群 现在都传出利多的报价涨价讯息 我们来看第二族群是什么 纺织业报价要涨了 一方面是油价在涨 另外纺铅因为消费需求 所以报价涨了 第二个是造纸 造纸的特别是工业用纸 已经是二度涨价了 在今天也传出涨价 问题是在此时此刻 大家很担心 居高思维的情况之下 传产又涨这么多 涨价力多还能够反映在股价上吗 对 我们先讲纺织 因为这个现在台厂的一个税修 不含中国亚洲地区的供给紧俏 所以日本的雨布调涨了这个五月 尼龙上游CPL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CPL 这是重要化迁的一个原料 那调涨到每公吨2000美元 这是30个月来的一个新高 那现在就是欧美的解封 对服饰的需求 加上原油的上涨 因为化迁最上有的原料 还是跟石油有关 所以台厂的化迁 现在接了非常多的订单 其中的尼龙加工师 都酝酿新一波上涨的动人 那我们看一下 欧美的服饰大厂 Lululemon 这一家这个瑜伽谷的这个公司 它公布了上一季的财报 这个营收年增88% 我特别说明一下 它上一季指的是3月到5月了 然后本季就是6月到8月的话 这个财测还年成长要超过4成 所以业绩很好 那你看一下 它最近还花了5亿美金 收购了一个新创公司 Muluk 就镜子公司 你会穿这个Lululemon 漂亮的瑜伽服 然后透过镜子 跟远方的教练互动 然后你身上还可以穿戴装置 侦测你的健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老实讲 Lululemon非常的先进 但是最近这几天 大家突然在三大报 靠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怎么回事 它变成人命重要 台湾加油 那这个是谁 登半板 对 要花不少钱 而且三大报都登 对 这里好人 他叫宋大将 宋大将是谁 就是那个印尼纺织大王 宋良浩的这个孙子 那宋良浩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几年前回台湾进金房地产 花了一百多亿 其中把那个永康街 那个高级的店面给买下来 就是他们家 就送家 那为什么他要登这个广告 我们知道印度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有一些仿制的订单 就流向了这个东南亚 比如说越南 柬埔寨 但没想到现在越南的这个 本土的疫情 比我们更严重 比我们更严重 而且它和越南的新混种病毒 所以现在传出来 有一些仿制的订单 又从越南东南亚 转回台湾 尤其原料 那宋家讲的时候 你们台湾一定要守住 台湾如果没有疫苗的话 对啊 国际的什么政治的纷争 疫苗的问题 赶快台湾要守住 所以他就寄这样的一个背景 登了这个广告 就凸显出来 我们真的要 要守住 对 真的不能像今年店 这样的事情再多几件 否则我们好不容易 有一些转单来的话 台湾可能也会试掉这个机会 那再来讲造纸 这个造纸 也是二度涨价 最主要是国际的会值 一直涨 最近半年 他们的成本 大概增加12到15% 永峰宇 盛容都涨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永峰宇这个波段的涨幅 股价大涨 那所以基本上 因为又宅经济 最近台湾的人都在家里 所以对那些家庭用紙的需求就增加 其中有一个指标性的公司 就是造纸的龙头 永峰宇 它的利多一波又一波 我们先讲一下 现在大陆碳排放的交易市场要在上海推动了 那永峰宇旗下就是华子 华子过去在海内外积极的造林 造林 那不要以为说 它做纸这样子会砍花树木 人家造林 它造了多少 三万公顷 没概念 比我们整个台北市的面积2.7万公顷还要更大 然后吸收的二氧化碳是85万吨 相当的差不多2300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那这个碳交易的话大概是价值6.6亿 那另外一个它旗下有一个小经济叫永峰室 不是要挂牌了吗 通过了 要挂牌了 现在永峰室的股价70几块 去年EPS不错 6亿 今年第一季有一块半的一个情况 它全球第一个零添加水 不用添加水 然后呢 这个洗衣的这个胶囊 那一颗球下去就有个功效 可以啊 清楚 就是那个洗衣球现在很流行的 清洗病毒 亮白 除臭的五大功效 好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永峰室 但如果我们讲橘子工坊 大家都知道 所以永峰室就橘子工坊了 所以最近有一些利多消息 好 那我们回来看 不管是纺织还是赵子 今天都虎头蛇位 对 对 能不能买 这里面赵子今年有两家 就是永峰宜 EPS概股3.6 正容4块 我强调一下 他也改写了历史的性高 但是同样我们直接看K线 就可以看出那个端比 我们先看永峰宜 因为这个礼拜涨太多 你看他突破了以后 創下波段性高 我们再看正容 正容这家公职 正容就没有过高 所以我会建... 我比较建议这两党的话 下个礼拜正容拉回来的时候 前提要拉回来 因为前天也爆量 拉回来因为他没有过高 他可能还保留实力 同样的逻辑我们看一下 纺织股一头拉股 今年预估的EPS 看那个回头看西基 只有两党 一个是罗宏 这很清楚 估到20块 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党就南方 估两块 也会创下历史新高 那罗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 我们看1440的南方 因为南方的意思是 因为昨天涨停 今天就立刻拉回 但是他这个价位 还没有过前高 所以理论上 南方拉回的时候 也可以站在买方 应该以后会过那个高点的